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学习 到上节课为止 我们已经把所有禅定的重要的方法都学习和实践了 而且上节课我们做了最终的总结 那些方法最后其实变成两个支点 双足智和观 那么经典又那么重要 定和会等持 好了 那么禅定还剩下一个很小的细节 也是很关键的细节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禅定的那个 禅定的度 好 请看今天的PPT 好 今天是我们的第58课 入定的口诀第17 禅定的度 什么是禅定的度呢 就是在松和季 冻和季 睡着于清醒之间 掌握得刚刚好 这就是度 这就是度 我们请看师尊所写的 这是师尊在《圆绝经》 讲《圆绝经》时的开始 提到禅定 师尊是这样说的 我们学禅定的 我们学禅定的人 必须在动与静之间取他的窍觉 就找到他的度 尤其是要在松和紧之间取他的窍觉 你松和紧之间刚刚好 想想你自己的禅定是不是过紧了 你的眉头是不是紧锁了 你是不是特别想观想得清楚 特别想入定 那么你就太紧了 很多人特别有心 想进入定境 想有好的觉受 想进步的同门 很多时候会过紧 今天就要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 那么太松的呢 就是这样 钓鱼的这样进一眼 甚至你可以睁开半周半壁 记得在松跟紧之间取他的口觉 还有很重要的 在清醒跟睡眠之间取他的口觉 非常非常重要 就在清醒和睡眠之间刚刚好之间 再放松一点就睡眠之间取得很重要的 但是不能太清醒 太太专注 也就是不能过于清醒 也就是不能过于清醒 头脑不能一直在想 在运转 而是在清醒和睡眠之间 好像要睡着 还没有睡着 取他的口觉 这样才能处 这样才能入三门地 有时候还要一松一紧 一松一紧 有时候还要一动一紧 紧太久了 然后还要在有念 无念之间取他的觉 所有这些都是在讲一个字 度 还有一段 有时候稍微指他一下 有时候稍微放他一下 在收发之中入于禅定 至尊说 这是我用这个方法 又收又放进入禅定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 所谓禅定的那个 不收不及 清醒和睡眠之间的那个度 非常非常的关键 而在天下第一灵 这本书中 师尊 请聊词基姆赐下入定的口诀 基姆说 专一而做 打到松 专一这样一做 专一不是越来越紧 而是要打到松 专一了 止住了 还要松 才能进入 才能进入定 这是专一瑜伽 再来呢 离戏瑜伽 离戏而做 达到清 专一之后了 定住了 又松了 然后让妄念 无法进入 你就离开了戏论 离开了游戏 离开了妄念 离戏了 当然就能达到清静 你的心没有污染进来 你的定静是清的 再进一步 一位瑜伽 而做 达到明 当你进入一位的时候 特别是刚刚 你才讲是说 合一越来越坚固 到了一位 你和本尊一位的 完全合一的 一定会有光明产生 你专一的 成功了 又离戏了 妄念不入了 一定能进入第三个 只要你保持下去 一定能到一位瑜伽的 合一 一定会有光明显现 一定能接受到 所以是明 最后呢 你不仅在 定中 意味 甚至你 跟子光 跟母光 合一 甚至你的身体 消融入了 消融了 这个时候 消融以后 就是泥牛入海了 就是融入目光了 当然是澄清的 澄明的 透明的 已经都融入大海之中 属于是成 成明的 甚至你 睁开眼睛 半中半臂的 入定 所有的 景象 所有的物 周围一切 山河大地 乃至 都 回归 融入光明中 回归空心 这不正是我们 止观的观吗 这不正是我们 定会的会吗 当最后 都回归 法心 法界自信的时候 那不就是 成明 所以 标词经的 赐下 这四大口诀 从 我们今天要 练习的 第一次 你就能清 以为 一定有光明 融入了 最后 就是成 好 而第一个 就是追 还要 进入 收 大家都 明白了吗 那一切 杀他们 优优独播